山海经可能真的不是神话故事 1938年考古学家居然在墨西哥发现了一次夸妇族的遗址 通过研究当地的石雕相貌 意外发现他们与山海经所描绘的夸妇几乎是一模一样 而且石碑上的刻字也与甲骨文极为的相似 难道夸妇族真的存在过吗 可中国远古神话中的族群怎么会跑到美洲去了呢 夸妇族夸妇逐日的故事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夸妇不畏惧一切的艰难险阻都要向着太阳奔跑 不得不说这精神后人难以超越 但如果读者细细的翻阅山海经便会发现 夸妇明明已经因为逐日而死了 怎么又会被应龙杀了一次呢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 应龙乃是皇帝的部下 而夸妇则是炎帝的后裔 二者的确有点水火不相容的意味 也正是在与应龙的战斗中 夸妇神奇般的又死了一次 难道夸妇也有好几条命吗 虽然夸妇也算是神话人物 但实际上也是只有一条命的生物 因此能够解释夸妇接连死亡两次的原因只有一个 此夸妇非比夸妇 那个追逐太阳的夸妇只是一个名叫夸妇的人 而与应龙战斗的夸妇则是一群与夸妇同属于一个族群的人 只不过山海经在此处用了夸妇做代称 那么这一族群究竟有什么神奇魔力呢 竟然一方面可与太阳较紧 又能与应龙大干一场 据山海经的描述 夸妇族有点类似传说中的巨人 他们天生蛮力 身长可以做天地之间的柱子 因此夸妇族所居住的地方也被称为在天 既然是巨人的身形 似乎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面容不会多么灵动 根据山海经的说法 夸妇嘴唇厚度大概是常人的两倍 鼻子为了更好地吸收高处的寒气 而长成了大鼻子的模样 看到这里谁都能感叹一下 山海经不愧是神话故事大全 这般面容这般深长的巨人 的确是只能在古代神话故事 以及现代影视创作中才能见的 可实际上 山海经却还是一部世界地理大权 因为就在1938年的时候 考古学家在墨西哥处 发现了一座古代的文明遗址 在考察这遗址出土的文物之后 人们这才发现山海经所言不假 原来在这遗址之中 考古学家不但发现了一些面容 酷似夸腹的雕像人物 还发现了一些特别的文字 这些文字与我国甲骨文相比 又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这就是距今至少四千年历史的 奥尔梅克文明 20世纪30年代 考古学家斯特林在墨西哥湾沿岸进行考察 意外发现了一批人头雕像和其他文物 紧接着在附近的河流中 人们又接连发现了刻有文字的石板 经过专业的考古测定 这些文物起码有着将近四千年的历史 这一发现着实震惊了考古学界 因为在此之前 人们普遍认为玛雅文明或者特奥地瓦文明 才是美洲古代文明的代表 如今奥尔梅克文明一出 这俩文明都得往后烧一烧了 有趣的是 这一文明的开拓者 却不是美洲本土人 早在15世纪 哥伦布登陆美洲大陆之时 他所见到的印第安人 就不是土生土长的美洲人 由此推断 在印第安人之前 就已经存在着外来一米 阿尔梅克文明在公元前13世纪 就开始在此处繁衍生息 仅花了数百年 就达到了全盛时期 考古学家至今未发现 比之更早的文明记录 换言之 如果阿尔梅克是土生土长的美洲人 那么他至少有一个种群 繁衍进化的基本历史 而一个种群 在短短数百年 就能发展至全盛时期 光靠自身的摸索 显然有点困难 因此考古学家一阵认为 阿尔梅克人是外来移民 那么他们又是从何处而来的呢 遗址中出土的一块刻有蚊子的石板 似乎在告诉人们答案 起初考古学家 见到这块石板上的蚊子的时候 也是完全摸不着头脑 虽然很明显能猜测 这是象形蚊子 但由于西方世界多是表音蚊子 考古学家根本不明白这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石块蚊子就被考古学家放置在一旁 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1996年 一位研究阴商文化的中国学者许晖 受邀前往美国参加学术活动 在此期间 这位学者参观了美国国家博物馆 这其中就陈列了奥尔梅克一致出土的这些蚊子石块 一看这蚊子 许晖感觉非常的熟悉 凭借着直觉 他认定这一蚊子和甲骨文 有着相当亲近的关系 于是 许晖试着用解读甲骨文的方式 解读了其中几个符号 最终将这几个符号绘成了一句话 统治者们建立了王国的基 建解读的效果似乎还可以 许会当即前往墨西哥 在一指出土的文物上 找到了数百个文字字样 带着这些回到中国 进行权威的古文字鉴定 鉴定后发现 这些文字就算不是甲骨文 也是属于我国先秦的文字字样 历史或许比甲骨文还要久远 虽然炎黄下朝缺乏文字历史的记载 但甲骨文作为商代较为完善的文字系统 必然吸收了先前的文字成果 由此考古学家初步断定 阿尔梅克人是中国人的后代 至少是夏商时期的后人 可这就能说明 阿尔梅克人就是传闻中的夸父族吗 从历史时期来看 夸父族作为炎帝的第九世后代 至少生活在公元前两千年 而夏商时期不过也才公元前十七世纪 其中相差的几百年又该如何解释呢 乍一听 从亚洲跑到美洲似乎是天方夜谭 毕竟哪怕是靠着现代技术 要实现一个族群的迁移也绝非意识 可在古人的眼里 一切危险都比不过生存的危机 为了族群的繁衍生息 迁移才是最可靠的选择 在激进褪色的记录中 莫次教授论证的 夸父族是到达美洲的第一批移民 也正是由于这一族群的发展 古美洲才有了无比灿烂的阿尔梅克文明 根据莫次的说法 夸父族战败之后并没有全部灭亡 其中一只往北退去的族人 就辗转迁移在渭河与大泽之间 而根据《山海经》的记载 当时的大泽就是如今的贝加尔湖 换言之 夸父族战败之后 就直接跑到了今天的西伯利亚地带 那么从亚洲如何跨越大洋 跑到美洲去的呢 道路恐怕就只有一条 跨越白令海峡 莫次考察了以往白令海峡的历史轨迹 发现其在几千年 还只是一个九千余米宽的峡谷 其中植物相当的繁茂 也就是说 在贝加尔湖徘徊的夸父族 极有可能通过白令海峡 进入了美洲大陆 更为重要的是 在奥尔梅克遗址 以及印第安文化中 均出现了对太阳图腾和鹰的崇拜 这与夸父族日的象征意味不谋而合 莫次认为 夸父族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而是为了生存不得不作的选择 原因很简单 在古代只有追着日光跑 才能找到合适的生存场地 太阳到不了的地方 生物也没有活命的基本条件 莫次认为 夸父族这一冬迁 起码就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 在这几百年之中 他们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文化状态 到达美洲之后就开始借着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发展自身 最终造就了另一个文明 在奥尔梅克遗址中 装饰华丽的祭坛惹人注目 其文化状态更接近于部落文明 在这些祭坛之中 又有用玄武岩雕刻而成的巨大头像 这种石像由一块巨石雕刻而成 石像面相既不是美洲人 也不是印第安人 反而跟中国人颇为相似 除此之外 考古学家还在一些造型 酷似海归的石像中发现了雌性 他们用罗盘检验石像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罗盘会在肚脐眼位置被吸引 而这一发现又佐证了奥尔梅克人 与夸父族的联系 据《山海经》记载 夸父族当时已经会制作出 归形的早期罗盘 或许这也正是夸父族横跨大海的秘诀 文明的起源就是如此的神奇 土生土长的文明毕竟少之又少 更多的是某种文明的扩散 从而带动另一地区的发展 更何况在全球地理中 地球的板块本来就在不断的运动之中 不同大洋之间 或许在几千年前 还有着藕断丝联的联系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